这些网红设计用不了一年,你绝对后悔 一,告诉你不装落地马桶,卫生丝要多,要安装壁挂马桶 感觉谁家的装修都不差钱吗? 壁挂马桶比传统马桶贵两倍都不值 而且安装壁挂马桶的施工难度,你怎么不说说呢? 咱正常家里就选个红系马桶,有条件的选个智能马桶,那才叫真的像 二,告诉你卫生间装灵溢灵和挡水条,成本低 你这不就是想做干湿分离,但你洗完澡这马桶一只贵的,干区全是水 你看不到吗?还有这淋浴连运久了,底部不发微吗? 就算你想减重,也不要考虑这种廉价的产品 你就老老实实的选择一个淋浴房,选择产地在中山的,玻璃有3C防暴认证的 三,告诉你选择盐板一体盆的,说是颜值高,卫生好搭理 这市面上的盐板盆大多就是几块磁专夹胶粘起来的 你觉得它能牢固吗?用的时间长了,一样变色,一样的藏物纳垢 还真不如选一款一体成型的陶瓷盆,台面选择盐板的,好搭理了,还没用 四,告诉你卫生间墙上挖几个洞做壁龛的 这壁龛都是上个世纪产物了,现在又成网红工艺了 什么洗手盆边挖个洞,洗漱用品都能放 马桶旁边挖个洞,你干的就把卫生间和卧室打通得了 你家墙子有多厚啊,你心里点数都没有吗?挖壁竿,积水不说,还难打理 实在没地方放东西,买个免打通的浴室周价,二十几块钱就搞定了 不喜欢,直接换了就行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洛伊,关注洛伊,让你省钱不踩坑 我们下期见